职场新视野 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您收看职场新视野 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一生中间 有非常多的时间 是放在工作的里面 可是究竟透过工作 我们最后所focus出来的 我们的人生 在上帝的眼中 是一个如何被评价的人生 我相信那就是我们最后 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 所要来呈现在上帝的面前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价值人生 我们会看见我们一生 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建构的过程 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有一位访客 我们的访客是 丹江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的 洪英正教授 洪教授欢迎您 是 乔老师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洪教授其实学得非常广 我记得我遇到您的第一次 的时候问您就是说 请问您到底是哪一个领域 因为在非常多的场域 无论是演讲 著作 或者是课程的里面 看到您又讲亲子 又讲家庭 讲婚姻 然后也讲气管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洪老师你到底学什么 那后来发现您是学心理学 后来又学气管 我在大学阶段 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这个临床心理 是 所以我也到荣种 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士疗 对 现在叫松德院区 就是专门是做 精神方面 比较是对 精神方面的一些 诊疗的一个机构 对 那另外一个有兴趣 就是工商心理 是 工商心理 工商心理 对 那就把心理学应用在工商界 是 所以等于是工商心理的这个领域 又给你开了一扇窗子 是 是 是 你会发现 你原来心理系所学的东西 也可以用在企业这个领域 所以后来你就直接念气管 对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领域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在不同学院 对 对 您在这两个领域的中间 来穿梭的时候 您怎么样 从心理学所学到的东西 提供在气管这边 气管所学到的东西 提供在心理这边 这两个东西 彼此之间可以有互为 对 相互为用 相互为用 对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觉得都是省的安排 很多学管理的人 其实你知道 当他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他看的可能都是 很大面向的事情 可是我们有一句话 说这个叫做巨杀城塔 那你还是得从很微小的部分 去发展出一个庞大 即便它是再伟大的结构 也是从很微小的部分 所以很多经理人 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常常会觉得 要去搞钱我可以搞定 搞人搞不定 对 搞人搞不定 所以我就发现说 念管理其实绝对不能忽略 人这个因素 但是同样的 念心理也会有一个需要的地方 我们常常忽略的环境 忽略的情境 就是只看个人 没有看到个人 跟整个大环境之间的联动 所以心理学给您围观的眼光 然后气管的领域 给你宏观的一个格局 特别这样讲 然后您在这两者之间 处理事到处理人 他彼此之间可以有一个 互相联动的一个关系 除了在大学之外 我们知道您也是 这个得胜者教育协会的理事长 那这个就牵涉到了中等教育 就是国中高中这个领域 你要不要从这个中等教育的 这个价值观建构的这个领域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谢谢 整个到大学端 我们看到的就是年轻学子 价值的错误 或者是空洞化 所以我一直念之在之 我会觉得 我们需要有一套论述 来帮助这个世代的年轻孩子 那 更早一点 对 更早一点 我很感谢神 因为我自己是在大学 我有机会成为神的基督徒 我觉得这一套 所谓的信仰 对很多人来讲 或者他们很多人不明白 以为就是一种宗教 我觉得这里面所说的真理 是填充人心灵空虚 最好的一道良迹 这就是为什么我 投入在德胜哲这边 有机会 就是我看到德胜哲 他们邀请我 我发现他这里面所产养的 或者他们所去 在孩子面前所要去教导的 我觉得都跟真理是一致的 是 问题处理 情绪管理 珍爱守门员 然后有原谅练习部 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是属于理财方面的财商教育 我们不是在谈基督教 不是在谈一个基督信仰 但是他完全跟为人处事的真理是一致的 是 所以我那时候有机会被邀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很受感动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参与了 是 这将近快九年的光阴 我也真的是看到 这一个协会在默默的 在我们台湾全省各地 每一个年度 我们有六千多位的志工 六千多位 对 然后我们进入五千多个班级 是 影响力是很大 对 那您在高等教育非常多年 就是主要是投入在大专生的栽培上面 是 还有研究生 是 您觉得我们的年轻学子 在高等教育这个阶段中间 其实他们最缺乏 或者是他们最需要被建构的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种的 这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现象跟因素 当父母亲在这一个经济发展的洪流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忙以工作 然后为家里面为了要挣得更好的一个生计 或者是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看起来都天经地义 很正确 可是相对来讲 家庭就失为了 传统那一种 你知道吗 就是全家和和乐乐 然后每天有家人相聚的时光 有庭讯 有家教 就慢慢不见了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 很多孩子他们一生的生命的成长 面对的是跟我们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那加上 你晓得吗 就是离婚 对不对 然后各种婚姻破裂 婚姻的失和带来的这种 家庭的那一种紧张跟压力 所以其实我可以说 就是说今天不是只有在台北市 整个台湾我们可以说 很多孩子在成长的心灵里面 是很空洞 很空洞 等于说家庭本来应该赋予 这个建构价值观的这个责任 对 施还了 对不对 所以等于到学校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老师会遇见天兵天将 有时候发现很多基础工程 甚至是在私生关系中 要重新去建构 是 没错太多了 包括比如说 你上课要讲话 你要举个手 有时候连这个基本训练都没有 你要进门应该敲个门 也没有 然后你要去上个洗手间 你跟老师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去上个洗手间 我就常说你在办公室 如果今天主管在训话 你敢就推开会议室的门 跑出去吗 而且加上很可怕的是 有非常多的错误的 价值 似是而非的 透过传媒 对不对 透过同彩的不当影响 透过网路 对不对 基本上已经铺天盖地了 让很多年轻的朋友 我们的学子们 其实是经营在一个 很糟糕的 而且是可能会因此 让他们付出一生代价 是的 的一个错误价值环境 是 其实我觉得人 很多的那个 我们所谓的成长历程 都是相放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 都有梦想 有热情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事情 都是一股劳劳向前冲 我觉得我们过去是这样 现在的年轻的朋友 还是这样 是 所以有人说 他们都没有干劲 没有斗志 其实我觉得这话 看到的是表象 他们的内理 其实还是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一样 对自己有很多期许 可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环境变了 现在的年轻的朋友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 他们能够 好像自发的去 去逐梦 你知道他们想 他们想的就是说 在这么困难的环境 所有的位置都被 很多长辈 很多的伟大的事迹 都被长辈 他们创造 他们驰骋的僵场是有限的 非常有限 我觉得真的是有限 这个我最近跟一位 学校的同仁在聊 他刚好是负责一个 资讯方面的单位 他就是说他们有 很严重的断层 那我后来仔细 从那话一想 我发现高等教育里面的 师资群也有很大的断层 现在有很多可能是 比如说五六十岁 即将要面对退休的 这些老师们 可是当他往下望的时候 他看不到四十多岁的 一跳就跳二十年 是 对 所以这中间的那个空窗 那个空白 是非常可怕 是 那就表示说 这一批当时 可能是四年级生 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当他们 站了那一些 你知道吗 社会有限的位置的时候 一站就要站三十年了 是 对 所以后背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 他们的发展就很辛苦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 其实他们有苦闷 是 然后这种苦闷久了 如果说不是一个 很会思考的人 他可能就是抱怨 就是牢骚 是 然后就是想一些 小确幸就好了 是 但是如果会想的人 他也许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想法是说 那我一定要在这样的 一个格局下 被限制吗 他也许可以找到 一条不一样的路 是 所以作为一个 高等教育者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 可以用在 学校的里面 来帮助孩子们 在他们的生命中间 怎么样做一个 预备的工作 使得他们将来 你说更有竞争力也好 或者是 他们对进入职场的时候 能够抱着更正确的 一些价值理念 来进入职场 而不是像你刚才讲 留到抱怨 或者是消沉 或者是 有的时候也会变成 比较投机 等等这些 我们怎么样建构 他们价值观 在这个高等教育的 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回到一个 反腐归真 回到一个 也许有些好朋友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听起来 会觉得 什么这样回答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 还是你要多陪伴 就是你的工具 就是像一句话所说的 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 你的成就就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会觉得 当一个孩子 他在家里面 真的是没有太多 陪伴的关系 没有太多 有那种所谓的 被引导 对 mentoring 好像有一个 那种好像 像他心里面 可以去寻求解答的 一个这种父老 你要有这种 你要以这个为秩序 如果一个老师 能够这样秩序 然后多花时间 然后想尽各种办法 你在学校能够使用到的资源 像我们就去成立社团 是 对 那我们社团也不是一个 好像非常这个 人口众多的社团 可是每一个学期 我们也很感谢神 我们只能够帮助一些 年轻的孩子 对 让他们在那边找到爱 然后看到榜样 是 然后看到自己人生 原来是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新境界 是 对 然后我觉得在课堂当中 我们试图去跟更多的 孩子 接触 对 接触 我不要说我只是一个金师 或者我只是 人师 对 我希望我是一个人师 甚至我希望成为一个心灵的导师 是 所以我下课我都不会离开教室 那下课十分钟 我就去跟同学哈拉 是 对 那有时候在这种哈拉当中 你 很多真实的层面就呈现出来了 太多 真的是令人惊讶的一个 那个效益 有一次我就接到一个学生 他已经逼好多 他写个email给他 说老师我可以找你一下吗 他人生遇到的问题 他实在想不到说 还有哪一个老师 或者哪一个人 是可以听他说的 他忽然想到 有啊 以前我学心理学的时候 洪老师总是会跟我们聊聊 所以他就写信给我 他就跑到领养堂找我 是 所以其实您好像 您现在主要还是在教企业 企管嘛 可是你会用 跟学生相处的时候 会用你心理学的工具 大量使用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跟他们做接触 或者是团队 或者是演讲 或者是班导师 对 对类的角色 其实都是可以 重新来磨碎 他们价值观的一些过程 我自己很高兴的是 我有机会跟很多的学生 刚刚您讲的导师 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导师这个工作 就好像很形式化 请吃饭 一个学生吃一次饭 没有 我是每周 以前 我是开玩笑 我们以前就是 一学请吃饭 那个是导师宴 我是一个礼拜 一次到两次 然后都是小团体 近距离 有机会 建立关系 然后有些同学们 他跟三四个在一起 他不说 对一他才说 他会说老师 那我可以再这样聊一聊 我发现这几年 我又开始有一个 神给我一个新的 一个服饰的合场 就是很多大陆来的同学 会来找我聊 是 他们很多适应的问题 对 他们也有很多 包括他们会觉得 他说 老师你有时候上课会提的 那个信仰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信仰 是 意义跟价值 是 就可以谈得更深 谈得很深刻 对 那我会在课堂 我大量使用心理测验 对 都是没有威胁性的心理测验 是 然后你知道 这些孩子 他们听了理论 然后透过一个心理测验 自我察觉 对 你讲得太好了 他马上 insight 说原来呢 我呢 有这个 依附关系上的问题 是 或者我有这个 人格伪偿的倾向 是 我有忧郁的倾向 是 对 所以在进一步 帮助他们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空间 是 那特别 您也在 企业有时候 也会有一些 演讲 是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我们刚才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在下来 其实他们就进到 职场的里面 对 如果 中学 大学都没有建构好的话 他至少进到 企业的里面 企业也会有一些规范 关于企业伦理 这一块 是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 可以琢磨的空间 有时候你思想起来 是一个讽刺 当全世界开始 越来越强调企业伦理 或者叫职场道德 职场伦理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个应该是说 最能够被引为典范 或者是 全世界应该要来学习的对象 应该是 应该是华人吧 因为我们不是传统 是 我们伦理道德很胜高 对 我们以伦理立国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反而 我们今天谈到企业伦理 我们会觉得好像很新 然后呢 要跟国外学习 要跟国外学习 其实这就反映出 其实有时候伦理 在我们作为一个 所谓的华人的思维里面 我常常觉得它只是一个理想 是 它好像没有办法 没有实践 对 没有办法落实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 是 所以这就反映出 今天台湾的企业 是 是非常需要企业伦理 是 但是很缺乏优因 是 很缺乏优因 那这个缺乏优因是因为 其实呢 一个企业伦理的 一个意义的呈现 常常是需要 比较长时间的 的铺陈 是 跟烘托 才看出这个企业伦理 真正的价值 没错 但是我们的企业 常常有一句话 就是台湾话说的 他说 千里这都不够了 是 想要打冠 所以就是 真意识或是 真千秋的问题 我说一时都活不下去 你要叫我讲企业伦理 我一定垮嘛 对 所以我只好 用各种方式 先赚到再说 对 所以以至于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它很重要 但是我们做不到 是 那我会觉得台湾 我们也感谢神 祝福 神祝福我们台湾的企业 这四十多年来 那其实 因为从七年年代 民国七年年代 到现在 我觉得 就是叫 It's time 应该是要开始 因为我们开始全球化 开始国际化的时候 对 愿意花更多的力气 而且要去告诉这些企业主 告诉这些专业经理人 就是说 当我们愿意 真的 不是因为法尊的关系 而去遵守那些 所谓的国外大厂的要求等等 供应链上游的一些要求 如果当我们真的愿意去做的时候 你会在你的经营绩效上 真的看到那个果效 是 因为上帝是信使的 是 对 那另外一个我也会觉得 就是也要把这样的精神 透过企业文化 是 的形塑 在组织内部 在一个公司企业的内部 去告诉每一位员工 是 就是说 如果我们愿意 去把这一个灵性 这种spirit的概念 放在我们的心里 在内化 对 你后来会发现 这一套会成为你生涯发展的 最大的祝福 是 对 那我常常讲这个 我们常常讲灵性 其实在企业里面谈的灵性 我在这个地方也说一下 就是三个面向 灵性最重要一个是 Inner Life 内在的生命 对 然后第二个是 叫Meaningful Work 有意义的工作 是 然后最后一个是Community 是 就是群体的关系 是 一个人有灵性 就是你在这三个面向上 你都等量奇观 是 都一起发展 是 然后你会发现 你照顾到别人 然后你有很丰富的内在生命 是 然后你在工作上 呈现出一个活泼的 有功效的样态 你一定会成长的 是 对 所以人在价值观的 一个取向的里面 其实它会影响整个的一生 是 太多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价值人生 我们针对这个题目 我们有两个题目 给大家一起来思想 第一个 我如何在我的职场中间 来建立价值的系统 好像刚才 洪教授讲 他借着他作为一个大学的讲师 一个教授 他怎么样 借着课堂 借着日常的生活 借着导生 导师的关系 来建造下一代的价值观 大家在不同的职场的领域中间 我们怎么样把握我们的机会 在我们的周围 建造一个有价值的系统 第二个 我如何关注下一代的价值建造 并予以协助 我们会发现价值观建造 其实原本是在家庭 如果家庭能够有美好的价值观 磨碩的过程的时候 大家其实成长的过程中间 就会非常的 可以说是 能够正确的变明是非 学校也是一个补充 甚至我们现在说 在职场 在企业里面 无论是外塑 无论是内化 其实它也是一个 磨碩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怎么样把握机会 不但我们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价值系统 我们也在下一代的生命中间 建制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价值系统 我想这两个题目给大家一起来思想 今天非常谢谢洪教授 谢谢 给我们从围观 到宏观 看见无论是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甚至到企业的里面 它其实人生就是一个 价值观建构的一个过程 到最后怎么样 我们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 上帝是认为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 谢谢洪教授 谢谢 谢谢 神有非常奇妙的带领 让我能够 不管是在对人生命的一个 关顾上面的心理学 或者是对一个比较大环境产业的 那样的一个企业经营的 企业管理这个领域 我能够有机会 同时的去做一些吸收跟学习 而这也成为我对别人的 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对生命能够有关怀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上帝他所要带领我们 进入到的那个新境界 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